一叫重生 前世软弱无能的恋爱脑 竟成了气场强大的复仇女神 陆队迷之自信的喳喳未婚夫 教训表里不一的绿茶妹妹 总之对付不要脸的人就不要给她们脸 慕斯威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打量着似曾相识的四周 就在她恍神之际 未婚夫陆池突然上前猛地一下捏起她的下落 慕斯威你可是月月的姐姐 居然歹毒到故意刺激月月到心脏病发 害得她不小心撞死了人 如你所愿我答应娶你 作为交换条件你去警察局自首认罪 慕斯威文言顿时呆愣住 难不成自己这是重生了吗 前世她傻傻地以结婚为条件 答应替林月坐牢 谁想在监狱中她被打得肾脏破裂 好不容易熬到出狱 没想到陆池结婚后人和林月纠缠不清 逼得她搭着肚子远走她乡 在林月一而再的刺激下她不幸流产 而她也因身体问题孤独地死去 现在老天爷安排她回到最后悔的这一天 她绝不会重蹈前世错误的悲剧 于是她奋力地拍开男人的手 在对方错愕的眼神中直直地站起身 她肇事逃一关我什么事 凭什么要我替她坐牢 此时女人漂亮的双眸中裹挟着如冰渣般的寒凉 气场强势地丝毫不见往日的温柔 这么明显的不同未婚夫居然都觉察不到 还在一心想强迫女人代替体弱的林月去坐牢 身体健康就活该要去坐牢吗 这男人怕是有病而且还是大病 她现在是连一秒钟都不想浪费在这里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下你的妹妹 穆斯威顿时停住了脚步 她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带着浓浓的轻蔑之色转身质问 你让一个无辜之人去坐冤枉牢 敢问你的良心何在 况且她只是我们穆家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 是我们穆家好吃好喝的养大她的 到底是谁没有良心 此时始终沉默的林月心里早就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面上她洋装柔弱地流着眼泪 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姐 没想到你 你居然女人哭得梨花带雨 哭得路迟的心都要化了 男人立马将其揽进自己的怀里温柔的安慰 一想到这都是因为穆斯威这个歹毒的女人害的 路迟带着施舍的怜悯呵斥 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都答应会娶你了 话音刚落 穆斯威却霸气地宣布 我穆斯威宣布婚约解夫 说完 她则潇洒地白白手 正准备离开这对恶心的真爱 却突然被路迟拉住 而林月顿时被男人的举动震惊到 难不成路迟还想和穆斯威结婚不成 不行绝对不允许 于是她连忙拉住男人另一只手臂 两女一男瞬间拉扯在一起 谁都不肯放手 还是管家进来才打破了尴尬 少爷夫人让您早点回主屋 说您的小叔马上就要到了 路迟这才想起今天刚回国的小叔 无奈只能愤恨地甩胎拉着穆斯威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开 徒留林月愣愣地出神 眼看自己离豪门太太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 她不甘心 忽然灵机一动 她假意好心要开车送穆斯威回去 谁想竟然遭到对方的拒绝 看着女人离开的身影 刚刚柔弱的女人瞬间患上阴毒的神情 穆斯威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到 病床上的女人猛地醒来 上下打量着送她来医院的男人 以及男人脖子上鲜红的牙印 她正想吐槽那女人是有多急色 战况居然激烈成这样 忽然她的脑海闪现出昨晚模糊的记忆碎片 她顿时羞愤地抓狂 已经吓起了懵懵细雨 恰好一辆出租车路过 她坐上了出租车后 却被带到一处偏僻的树林 还被迫灌了一整瓶不知名的药水 她趁药效还没有发作 狠踹了男人的弱点后飞速跑开 情急之下她不慎跌落山间 与此同时雷电交加雨越下越大 陆池刚回国的小叔陆总 正坐在赶回陆家的车里 车前突然闯出一名奇怪的女子 司机惊慌之下猛踩刹车 可还是为时已晚 车子还是将人撞到 陆总则撑着伞下车查看情况 这位小姐你还好吗 此时穆斯威应要笑发作 而大口大口地喘气 脸颊还泛起不自然的潮红 听到身后男人低沉的嗓音 她突然猛地扑上前抱着男人 就是一顿啃咬 突如其来地闻打的陆总 一个措手不及 男人渐渐地沉沦在女人柔软的唇半间 雨夜两位陌生人 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站在马路中间相拥 又啃又咬还乐此不疲 忽然穆斯威无意识中 咬了一口男人的嘴唇 随着被咬的痛感 陆总瞬间清醒过来 一把将人推开 俯视着倒在地上的女人 她烦躁地皱了皱眉 不明白自己刚刚是中了什么血 男人正疑惑之际 穆斯威突然起身 还猛地冲上前紧紧地抱住男人 嘴里还低声喃喃着 别走抱抱我 因身高差异 女人仰头的同时 炽热的鼻息喷洒在陆总敏感的脖梗处 她的几辆骨顿时窜起一阵机灵 无奈她只能粗暴地将人绑住 双手扔进后车座 随手脱下外套将其盖上 先将人送到医院 打电话跟陆池说假 而车里的司机刚刚因语事 太大看不清发生了什么 现在也不敢多问 只乖乖拨通了陆池的手机 为避免女人奇怪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 陆总干脆单手捂住女人的嘴 匆匆交代自己临时有事过不去了 就连忙挂断电话 而电话那头的陆池正奇怪 然而挂断电话后的陆总更不好受 因为慕斯威正用下颚 在她的大腿上蹭来蹭去 撩拨的男人浑身肌肉不自觉地紧绷着烫 可慕斯威似乎仍不满足 突然凑近顶着潮红的脸颊 恳求男人抱抱自己 见男人浑身僵硬地一动不动 他干脆猛地扑上前朝男人喉结的位置啃咬 一种又疼又酥麻的感觉 惹得陆总低吼了一声 停车 司机听到后连忙红着老脸将车停了下来 在司机惊讶的眼神中 陆总一把将不安分的女人塞进了后备箱 然后就是顶着一脖子暧昧地咬痕 在病房里静静地等女人醒来问得清楚 直到第二天早上 慕斯威才一脸茫然地醒来 正奇怪自己怎么会在医院 就听到一道雌性的男生 你终于醒来了 寻声望去 只见一位高大俊美的男人正依靠在墙边 一身社会精英的装扮 与其脖子上一圈鲜红的痕迹形成鲜明的反差 他惊讶之余 忍不住在心里吐槽那女人是有多急色 战况居然激烈成这样 忽然他的脑海闪现出昨晚模糊的记忆碎片 他顿时一正 也许 貌似 好像 自己就是那个色中恶鬼 他顿时羞愤地抓狂 慕斯威疯了吗 竟然对一个陌生男人上下其手 被男人守身如玉三十年 才刚回国就被一女人无情地夺走出闻 这就算了 他将不对劲的女人送到医院 谁想没得到对方的一个谢字 居然还被骂成普姓男 据解释就是那种自以为是人民比人人都想得到的男人 可这也不能怪慕斯威 他刚从医院的病床上醒来 就猛然回想起 昨晚自己是如何在大马路上对陌生男人上下其手 他顿时羞愤了 他抓狂了 就在他尴尬地不知如何面对男人之时 忽然听到男人冷眼质问他昨晚为什么要拦车 是受谁的指使做出那么不知羞的事 这让慕斯威不禁想起昨晚的荒唐事 脸颊不自觉地微微泛红 可男人问的问题 他是一个字也听不懂 当时他明明没有拦车而是被车撞到了 可他细细回想起 昨晚从他上车到后来被两三个男人拉着 整个过程就像被人精心设计过一样 难不成有人故意伤害他甚至想要杀他 越想越是惊恐 他忍不住颤抖着身体提出要报警 陆总见状表情微微一愣 随即立马不屑地吃笑一声 你不会想要解释说自己是中途遇到抢劫 然后背下了药 自己好不容易逃脱了之后 恰恰好撞到我的车吧 慕斯威愣愣地点点头 不过很奇怪这男人是怎么知道的 此时一位金发帅哥突然推门而入 手里还拎着一个纸袋 我们现在要走了 公司那群人还在会议室等着你开会吗 离开之前陆总像是看出了女人心中的疑惑 垂眸无奈地解释道 因为之前每个出现在我面前的女人都用这个借口 你不是第一个却是演技最好的那个 慕斯威顿时一正 难不成男人以为自己是想借机勾搭的吧 他顿时怒了 朝对方疯狂地咆哮 你这个不要脸的朴姓男 你以为自己是张人民币吗 只要是会喘气的都会喜欢你吗 回去照照镜子吧 朴姓男 而被骂的陆总接过纸袋的动作微微一顿 同时在脑海中疯狂搜捕着朴姓男的意思 还是金发帅哥好心解释 朴姓男就是个方面都很普通 但是迷之自信的男人 紧接着幸灾乐祸地凑到好友的耳旁调侃 这可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个词评价以后 然而陆总却怒瞪了一眼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好友后 将纸袋用力地甩在病床上 冷漠地丢下一句带着警告意味的提醒 无论你背后的人是谁 奉劝他收起不该有的心思 说完就带着金发帅哥转身离开 徒流木思维窝着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 只能愤愤地扯了扯被单 随之被单上的纸袋滑落 于是他好奇地拿起纸袋一看 里面居然是一件浅紫色的连衣裙 他这才想到自己的裙子已经脏得不能再穿了 照这样看来朴姓男至少还有一个细心的优点 很快他就被通知可以出院了 可看到一晚上的住院费用居然要一万多 他又在心里狂骂朴姓男没脑子八百遍 自己哪里看起来像是住得起VIP病房的人 随即他看到出院单上写着朴姓男的名字 陆婷渊 姓陆的男人果然没一个正常的 很好 陆婷渊 我记住你了 天使软弱无能的女人竟然狗胆地随便抓了名陌生帅哥帖帖 甚至还色欲熏心地在雨中挽起了公路婆 就差那么一点点 就差那么一步 他就能啃走帅哥出吻的同时顺带夺走对方的第一次 可明明没得手 他竟然被陆总质疑是别有用心的坏女人 然而重生后的慕斯威可不会惯着 当场硬气地骂了回去 你就是个臭不要脸的朴姓男 而两人不欢而散地初次见面终止于一晚一万一的医院账单 慕斯威顿时气愤地捏着账单 心想自己哪里看上去像会住VIP病房的冤大头 很好 朴姓男陆婷 我记住你了 为了付款他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 他根本没钱缴费 无奈 他只能尴尬地笑笑 解释说自己现在没钱是否可以借下手机联系家人 这是一名保安好心上前主动将手机借给他 随即他拨打了母亲的电话 听到母亲声音的一瞬间 他突然感到鼻尖微微地发酸 怯怯地喊了一声骂 而另一头的慕母一听是女儿 立马激动地惊呼了一声 是威威吗 同样被惊讶到的还有绿茶养女林月 而他吃惊的是那几个混混 昨晚居然没有玩死慕斯威 同样听到的母妇极力克制住自己强手机的冲动 强装不在意的同时悄悄竖起耳朵偷听 然而母母止不住念叨着 你最近过得好吗 其实爸爸妈妈都很想你 你现在在哪里啊 傲娇的母妇突然转头大声反驳自己才没有想这个不孝你 听着听着 慕斯威泪水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转 我在市医院没钱付住院费 话才刚说完 他立马感受到来自老母亲狂风骤雨般的关怀 什么住院 为什么住院 严不严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医院等着妈妈现在就去找你 不等他反应电话就已经挂断了 不过不管如何 有妈的感觉真好 他浅笑的将手机还给保安还到了一声谢 接着就静静的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等待 等着等着 不禁回想起前世他在灵约的挑拨之下 一路搬出了家甚至一度对父母抱有怨恨 后来他后悔的时候可父母都已经死 这一事他一定要保护好父母 他静静等待的同时 不远处的保安不然朝手机那头的人禀告说 先生我已经按您交代的那样 手机借给他打电话 一道磁性的男生电话号码发给我 你继续监视他 没过多久 医院大厅就出现匆匆赶来的慕慕和死来跟来的灵约 其中慕慕思女心切正准备上前 却被一旁的灵约一把拉住 姐姐你总算愿意和家里联系了 你难道不知道爸妈还有我都记坏了 灵约劈头盖脸就是一痛不满的斥责 然而慕思薇却眼神犀利的冷哼一声 你倒是说说看你急什么 相较于慕思薇的强势 灵约一如既往的装委去扮柔弱 慕慕没有多想只当是两姐妹之间的打闹 就简单的让女儿不要再欺负灵约 慕思薇顿时急了 正想当面揭露灵约昨晚找人杀自己的事 却被灵约硬生生的打断 妈妈你千万不要说姐姐是我不好 昨天姐姐不让我送的时候 我就应该坚持陪她回家 说不定姐姐就不会进医院了 说着说着自个儿还莫名的小声抽气了起来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她突然夺过慕思薇手中的账单 抢着去付钱 不过随手在路边抓了位帅哥玩公路 谁想竟被误会成攀龙富凤的坏女 这该死的普姓男 可没想普姓男的好友居然惦记上了她 甚至不惜高价收买保安拍她的照片 抱歉 老娘没空 因为重生后的慕思薇不仅要收拾渣男绿茶 最重要的是保护好爱她的父母 想想前是她居然愚蠢到受灵月挑拨而离家出走 谁想她顶替灵月入狱后 竟然被其指使的人打成肾脏破裂 而母亲却因捐赠肾脏给她而死 前世的悲剧都是拜灵月所赐 于是今是她见到母亲的第一时间 就急不可耐地想要当面揭露灵月所做的坏事 然而却被其假惺惺的抽气声打断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说完她立马委屈地捂着脸跑开 哭得慕慕心不由地一软 只当是姐妹间的小打小闹 于是拉着慕思薇的手荡起了何事了 其实月月是很关心你的 如果她做错了什么事 你做姐姐的能原谅就原谅她吧 慕思薇只能将梗在喉咙的话硬生生地憋回肚子里 心想现在母亲怕还是对自己有很大的误解 况且自己也没法证明灵月将来要做却还没做的坏事 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慕慕拉着女儿叙叙叨叨的同时 灵月那边却气得脸都黑了 慕思薇怎么还不去死 没想到她居然运气好到会被人救起 究竟是哪个不长眼地赶坏了自己的好事 于是她恶狠狠地瞪着刚从慕思薇手中拿过的医院费用单 只见上面赫然显示着是陆庭渊将人送到医院的 陆庭渊这个名字她好像在哪里听过却又想不起 看来要请人好好调查一番才行 出院手续都办好后 慕思薇选择暂时先不跟母亲回家而是挥手告别 谁想这些竟然都被角落里的一名保安用手机拍了下来 甚至还一路尾随着慕思薇 谁想跟到楼梯间却惊讶地发现人居然不见了 保安环顾一圈人没见到 因此试探性地顺着楼梯往上走 刚走上一层楼顿时被吓了一大铁 原来慕思薇早就发现了男人 现在就站在这静静地等着 他可不信什么恰好撞见的鬼话 干脆一把夺过保安手中未锁平的手机 惊讶地发现手机里面都他的照片 在铁证面前 保安只能老老实实地交代说 其实是有人花钱请我盯着你 顺便几张照片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多做 我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就只有一个手机号码 这让慕思薇不禁跟昨晚自己受伤的事联想在一起 在心里猜测这也未免太巧合了点 难不成请人偷拍的人和昨晚的那些人是疑惑 为证实心中的疑惑 他毫不犹豫地用保安的手机回播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就听到电话那头响起一道陌生男人的声音 怎么了 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他不由地紧张了起来 他干脆在电话开门见山地质问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找人偷拍跟踪我 又是小美女啊 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忘记我了呢 你这样会让我很伤心的 慕思薇被问得顿时一愣 这男人的声音好像自己听过 却实在是想不起来 突然他的脑海里闪过普姓男以及好友 原来是你 普姓男的好友 电话那头男人顿时一口茶喷了出来 人随手在路边抓的普姓男 竟然是他未婚夫的小叔 而这小叔貌似还被他清出了一丢丢的意思 不然怎么会让其好友派人跟踪他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慕思薇可不惯着 他直接抢过跟踪人的手机 将电话回播了过去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找人偷拍跟踪我 又是小美女啊 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忘记我了呢 你这样会让我很伤心的 慕思薇被问得顿时一愣 这男人的声音好像自己听过 却实在是想不起来 突然他的脑海里闪过普姓男以及好友 原来是你 普姓男的好友 电话那头男人顿时一口茶喷了出来 可还是忍不住好奇地询问 他是否知道普姓男的身份 而不晓得动静立马就引起一旁路总的注意 他当即猜出电话那头 是昨晚试图勾引他的女人 于是他缓步走到好友的身旁 他的电话吗 金发帅哥愣神了片刻后点了点 随即还对慕思薇超强的警觉性大夸特夸了起来 路总立马不悦地抿了抿唇 暗想这个女商业间谍还真是不简单 怎想接下来的消息 居然比他被抢走出吻更炸裂的 忽然好友调皮地眨了眨眼 小美人可是你侄子陆池的未婚妻慕思薇 说吧一份慕思薇的个人资料 就被推到路总眼前 虽然 但是路总仍心存几分怀疑地查看了遍 同一时间手机那头的慕思薇 听到后顿时震惊的呆立主 心想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自己啃过的普姓南居然是陆池的叔叔 还没等他从惊讶中反应过来 另一边陆总接过好友手中的电话 居然用长辈的口气打起招呼 我是陆婷渊 陆池的小叔 那我也是你的长辈 然而慕思薇可不管什么叔还是神 凭什么让保安跟踪自己 这也太过分了 一点误会罢了 我以为遇到了施展美元计的商业间谍 既然是小池的未婚妻 当然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陆总刚一本正经地解释完 身旁的好友立马笑了 而慕思薇顿时怒火冲天 什么美元计 什么商业间谍 他真当自己是个人啊 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借此让自己冷静下来 秉承着宁可气死别人 也不能气坏自己的原则 他毫不客气地 朝电话那头的普姓南咆哮道 我谢谢你昨晚救我 不过我马上就要和陆池解除婚约 你当不了我的长辈 小叔 发泄过后 他看也不看地将手机一把甩回给保安 稍稍冷静下来后 他才意识到他似乎 好像貌似真的亲了陆池的小叔 重点还是自己主动的 想到这他的脸瞬间不受控地烧了起来 侄子的未婚妻主动亲小叔 这也太涉死了 不过还好等解除婚约以后 他就再也不用见到这个疑老卖老的小叔了 与此同时另一头 陆总正不悦地盯着被挂断的手机 毕竟这可是他第一次被人挂电话 忽然听到好友侃侃而谈起穆斯威的传闻 我可听说了这小美女可是个恋爱脑 陆池根本对她不好 反倒是对穆家养女凌月上心得很 那凌月可是一朵我见游莲的小白花 可没你家这小美女这么暴躁 谁想象来对情爱无感的陆总突然眼神一鸣 你也喜欢那种小白莲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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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可是霸王花 那种气场十足的女王范的 一提到霸王花 陆总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穆斯威 这么多年没见这女孩脾气倒是渐长了不少 她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的那场火灾 等她赶到现场的时候 只见瘦瘦小小的穆斯威竟将昏迷的露池一起拖出了大火 用稚气的声音颤抖地朝她喊着 就小池 可以说玩小女孩竟然整个人虚脱地倒下 当时她抱着小小的两人 担心交集 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小穆斯威深深地触动到 只是好心在路边救了一个女人 没想到初吻就这样没了 还差一点点险些失了身 结果到头来还被骂是不三不四的为所难 这骂她的人不是谁 竟然还是她侄子的爱慕者林月 同时还是侄子未婚妻家的养女 当年只因为小思威许了一个生日愿望 想要一个妹妹可以天天陪她玩 她父母就收养了年龄相仿的林月 曾经穆斯威天真的认为 她有个世界上最最乖巧可爱的妹妹 还幸运地拥有一位青梅竹马最爱的未婚夫 然而重生回来的穆斯威心里清楚得很 这对狗男渣女其实只当她傻子一样愚弄 现在她无意中听到林月居然抹黑她是不正经的女人 成天就喜欢和不三不四的男人鬼混 她在心中冷冷一笑 她这个好妹妹还真是一朵盛世白莲花 可惜啊 今天天天撞上自己这朵重生归来的巨型霸王花 于是她气愤地猛地一下推开房门 随着开门声音的响起 林月条件反射地回头一看 看清来人的瞬间表情顿时一致 但很快就挂上心虚的假笑问她怎么上来了 穆斯威冷冷地讥讽道 聊什么八卦这么高兴 说出来我们一起聊一聊 姐姐别误会我就是随便和护士闲谈了两句 妹妹别误会我就是想随便和你闲谈两句 同一时间穆斯威气势汹汹的一步步逼近 逼得林月心虚的姐姐后退 我知道你想要录持 我说了会和她解除婚约就一定会做到 所以奉劝你少在背后耍这些有的没的手段 穆斯威的单刀直入直接将林月吓得微微一正 心中盘算的现在还不是时候 穆斯威还没替自己坐牢 而且自己还没嫁入陆家 因此林月继续假装无辜的狡辩道 我只当持哥哥是未来姐夫 再说了你不是从小就打定主意只嫁给他吗 我怎么可能会 话还没说完可穆斯威实在听不下去了 干脆立声打断 那是以前我现在对他毫无兴趣 等我解除婚约后你必须搬出木家 林月顿时震惊的带愣住 要知道离开木家他就只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姑女 那他还怎么嫁入陆家怎么当豪门太太 林月还当穆斯威是之前软猛好妻的傻白甜 只要半半可怜撒个娇就能有求必应 因此他立马扬起一个乖巧可爱的笑容 轻易地拉着姐姐再次解释自己和陆池最喜欢的人都是穆斯威 试图能让其打消赶他出木家的想法 殊不知此时的穆斯威可是重生之人 去他没用的圣母心 老娘没心情 也不屑眼什么姐妹情深 于是他厌恶的一把推开林月的手 丢下一句强势的警告 要是爸妈知道你想让我顶罪坐牢 他们还会把你当女儿吗 说爸他则潇洒离开 徒流林月阴沉着脸留在原地 咬牙切齿地怒骂着穆斯威这个贱人 此时小护士忽然传来一张照片 照片上昏迷的穆斯威正被一男人抱进医院 很好非常好 有了这张照片 他倒要看看贱人怎么耀武扬威 在穆姆的一再坚持下 穆斯威还是紧张地跟着回到了家 这可把穆姆激动坏了 一回到家就马不停蹄地要给女儿收拾房间 看着桌上小时候的全家福 穆斯威忽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他不敢相信自己终于又回到了这个温暖的家 前世他为了鹿池那个渣男 替林月顶罪入狱害的母亲伤心欲绝 离开鹿池后 他不顾父亲的请求执意要出国治疗情商 一想到前世恋爱脑的他居然伤透了父母的心 他真恨不得邦邦给自己两棒锤 他久久地凝视着手中的全家福 完全没注意到父亲正傲娇地坐在沙发上 哭哭等着他能开口叫一声罢 好心就一个女人救得亏大法了 初吻没了 还差一点点险些失了身 结果到头来被女人骂是普姓男 还被女人的妹妹骂是不长眼的东西 现在还被女人的父亲骂是流氓 不过穆斯威却不解释 无所谓 随便骂 对他来说男人哪里比真心疼爱自己的父母香 前世他就是个傻缺的恋爱脑 一边享受着父母无私的爱 一边自私地抛下疼爱自己的父母 现如今回到温暖的家 他就一直愣愣地捧着全家福发呆 丝毫没注意到傲娇的幕府正苦苦等他主动喊一声的 过了许久 他突然听到幕府没好气地训斥 还知道回家 只有没钱了才想回家 听着父亲口不对心地关心话 他瞬间破防 满含泪水地非扑进父亲熟悉的怀里 而幕府健壮顿时慌了神 担心女儿是不是在外面被欺负了 可穆斯威却摇了摇头 只是撒娇说自己是想父亲了 宝贝女儿一撒娇 老父亲瞬间绷不住了 鼻头顿时微微发酸 自己何尝不想女儿不担心吗 就在此时 林月突然没好心地插话说 两个不三不四的男人把姐姐抱进医院后就溜了 姐姐这才丢了手机和钱包的 幕府一听立马急的跳脚 大声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一时间 慕斯威脸色顿时一沉 细细回想前世林月也是这样不断挑拨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 可现在自己重生了 绝对不会再傻傻地中计 于是他温柔地握着父亲的手 耐心地解释说那两个路人只是好心送自己去医院的 幕府不放心地再次确认 确定不是什么地痞流氓吗 见女儿点了点头 幕府竟然立马毫不手软地赏了个脑瓜崩 让其牢牢记住不要到处乱跑 外面危险危险很危险的 都这么大了居然还被父亲教训 慕斯威感到难为情的同时心头意满 竟然用小女孩的口吻撒起了脚 我知道错了 以后再也不会离家出走 我最爱爸妈了 只是简单几句地卖乖讨好 老父亲立马被哄得心发怒发 这可把一旁的林月气得不轻 林月忽然灵机一动 故意提到慕斯威想和路迟解除婚约 事关女儿的终生幸福 幕府刚放下的心 瞬间又被提到了嗓子眼 下一秒就是一顿来自老父亲 暴风咒语般的训斥 说 你又在胡闹什么 而林月正准备上前安慰暴幕的幕府 以此表现自己的乖巧懂事 然而慕斯威却已经抢先一步 轻拍着父亲的后背帮其顺顺起 轻声细语的安慰妻不要生气 自己只是觉得和路痴不合适做夫妻 你们两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哪里不合适了 还有人比他更了解你吗 这个问题可把慕斯威问倒了 目前他确实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退婚理由 总不能说自己在马路上强吻了路痴的小书吧 算了 看来这是只能等他找到一个 让路加无法拒绝的理由再说了 而林月心中是既气氛又诧异 气氛的是自己的挑拨接连失败 诧异的是慕斯威怎么突然转性了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阴谋不成 慕斯威突然开口打断了林月的思绪 脸上明明带着笑意 却眼神犀利的反问道 你不是也有事情要告诉爸妈的吗 说吧 他立马冲上前紧紧抓住林月的手 故意装出一副贴心大姐姐的样子 月月你开车撞人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说呢 这是走白莲花的路硬逼的白莲花无路可走 甘情款款的未婚夫背地里竟然逼他替妹妹顶罪坐牢 而假装柔弱的妹妹却在暗地里算计着夺走她的一切 一个渣男一个绿茶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与其让两人到处恶心人 还不如让他做件好事给两人凑成对 也好堆得起自己前世遭的罪 那些白莲花的伎俩 他慕斯威之前只是不屑于用 现在他就要让林月看看他到底会不会 只见慕斯威突然激动地抓住林月的双手 一脸担忧地询问道 月月你不是开车撞了人吗 怎么不说出来让我们帮帮你了 林月顿时猛啊 暗骂这个贱人怎么蠢的都说出来了 这样还怎么替自己坐牢啊 他正想要反驳的时候 幕府突然紧张地窜出来 什么 小月你居然撞人了 林月顿时语色 既不想回答是也不能否认 他只能恨恨咬了咬唇后 忽然跌坐到地上 颤颤巍巍地捂着胸口 大声几乎心脏好疼 果然善良的穆家良老健壮 立刻担心地围了上来 瞬间将刚才的事抛到九霄云外 穆穆连忙抱着虚弱的林月 嘴上喊老公赶紧到月月的房间 拿心脏病的药来 和兵荒马乱的父母相比 穆斯威却站在一旁愤恨地攥紧了拳头 这个心脏病还真是会挑时机发作 每次都是这样 可惜这一招他在前世的时候 早就领教过八百回了 他正准备上前看看有什么破绽 突然听到庸人大喊了一声 小姐 陆先生特地看你来了 于是他转而走到门口一看 陆池手中的补平已经被庸人接了过去 男人正抽着一张脸的站在门口 这架势哪里是来看望他的 摆明了是来抢逼他去给林月顶罪坐牢的 他这个未婚夫还真是好得很 穆姆也听到庸人的喊声 就随口问了一句是小吃来了吗 出于礼貌陆池正打算进门打个招呼 可望见林月的瞬间 他的表情顿时一致 往上前细细查看 只见林月脸色惨白的不像话 呼吸还粗重而又急促 月月你是哪里不舒服吗 吃哥哥 我疼 我心脏疼得厉害 陆池一听立即不悦地转头 瞪了一眼穆斯威 你又对月月做了什么 然而穆斯威却在心中冷冷一笑 眼泪好像自己没有事的 比演技自己可不一定会输的 因此他红着眼眶 委屈巴巴的大声回复说 我不该将月月开车撞人 还肇事逃逸的事情说出来的 可是 可是这是太严重了 是要坐牢的 我也是好心替月月着想 就想大家一起帮忙想想办法 说着说着 豆大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滑落 其实他心里早就快笑岔起了 哈哈哈哈 当白莲花的感觉真是爽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让他一个人全说完了 搞得渣男绿茶满肚子的谎话 硬是说不出一个字 只能阴沉着脸愤恨地咬紧了后草牙 忽然露池眼角 无意中扫到木母疑惑的眼神 他只能上前一把拽起穆斯威的手 阿姨 我有事找薇薇单独聊聊 出去下就回来 说吧 他就连拉带拽地将人拖到昏暗的花园 而穆斯威突然一掌拍开男人的手 既然只有他们两人他干脆也不装了 恶狠狠地质问道 怎么了 小路总有什么话不敢当着我父母的面说了 怎想露池竟然愤怒地咆哮着 穆斯威 你有没有脑子啊 不过让你做几个月的劳罢了 这点小事你有必要闹这么大吗 然而穆斯威身体却如坠冰枯般寒了 可内心却燃起了熊熊怒火 侄子竟然是逼他顶罪坐牢的渣渣未婚夫 而未婚夫的小叔还是迷之自恋的朴姓男 他不过就意外砍了几口罢了 这男人居然摆出长辈的朴 想约他出去教育教育 早不来店晚不来店 偏偏就要在现在 露池连拽带拉地拖他到花园后 很不要脸的露池道 一点小事何必闹到你爸妈面前去 你作为月月的姐姐 你就替他坐几个月的劳有什么关系吗 穆斯威文言顿时被气得怒火中烧 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听听这是人会说的话吗 身体健康就活该要去坐牢吗 突然他的手掌带着进风飞山过去 重重砸在露池不要的脸上 你伟大 你健康 那你干嘛不去替他坐牢 你凭什么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 一顿狂风骤雨般的怒骂后 露池刚刚嚣张的气焰瞬间消散 张了张嘴可脑子一片空白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但转念想到柔弱的灵乐 男人一改之前高高在上的姿态 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低声劝说道 月月对我有恩 这次只要你帮了他 就算我已经还清了他的恩情 我保证等你出来之后我们立马结婚 说完露池还不顾他的挣扎 生硬的将人一把揽进怀里 然而下一秒 穆斯威立马飞速的奋力抽身后退 还轻蔑的冷冷一笑 既然人话听不懂 那么就不要怪他了 忽然他使出全身力气猛的一推 猝不及防之下 露池整个人狠狠地撞到身后的树 疼得立马吃痛地大呼了一声 姓露的 今天我通知你一声 这辈子我都不会和你结婚的 此时穆斯威表情满是狠心的决绝 不容反驳不容拒绝 就像古代的女王在霸道地下达旨意 然而露池却不敢相信 恋爱脑的未婚妻居然敢这样对自己 在这一瞬间 他男人的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于是黑着一张脸立声质问道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不要说再重复一遍就算重复一百遍 他穆斯威还是那句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结婚的 因为我恨死你了 话音刚落 露池顿时恼羞成怒 突然冲上前狠拽住他的手 穆斯威你是不是又勾搭上别的男人了 我早就听月月说过 你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到处勾三搭四 奈何穆斯威力气太小了 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 正在犹豫他是咬上一口还是猛踹一脚 突然听到穆姆远远的喊了一声 露池顿时呆滞之之时 穆斯威趁机立马甩开男人的手 还躲得远远的 原来穆姆是来给露池送手机的 他小叔刚刚打来电话 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可看两人的样子像是在闹别扭 心里忍不住担心起来 不想母亲替自己操心 穆斯威立马笑笑的解释 说他们只是在闹着玩 说话的同时 他在身后攥紧了拳头 若露池敢说些什么 他定然胖揍一顿 而露池也只能乖乖地附和说没事后 立马给小叔回了个电话 而另一边露总刚洗漱完 就接到侄子的回电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想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聚聚 话说到一半他突然顿了顿 无意中瞥见脖子上被咬出来的齿痕 他忽然补充说道 把你的未婚妻也带上吧 结束通话后 露池很是奇怪 小叔向来对男女婚事很是冷淡 这次为什么特地交代自己带上未婚妻 不过男人还是将小叔的意思 向穆姆转达了一遍 穆姆一听很是高兴 可穆斯威却乐不起来了 侄子喳喳 那个普姓男的小叔怕也不是什么好活 他刚准备开口拒绝参加这场鸿门宴 却被母亲抢先一步答应了下来 见母亲这么开心 穆斯威竟有些不忍心泼凉水 而露池在听到月月已经没事的消息之后 就只淡淡地扔下一句 我明天来接你 记得穿好看点 说吧就冷漠地转身离开 如果明天的鸿门宴注定逃不过 他要不要顺手将舒芝良一起收拾下呢